是我见过最快的转生 两名少女遭到持刀歹徒的抢劫 男主为了英雄救美 直接一个飞扑撞飞了歹徒 却不料正好撞在歹徒的刀上 直接被送去了一时间 男主才刚醒来 就被年轻的妈妈来了一个洗面奶 而男主看到自己竟然变成了个小孩 也是猛逼了 但只过了两秒半 男主就接受了自己转生的事实 而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检查自己的昆昆是否还在 女不见状还以为男主是尿裤子吗 牛逼接着女仆给男主喂完饭之后 还贴心地帮他拍拍背 来帮助男主清除瘴气 直接把男主拍得当场就立起来了 很快男主就两岁半了 而他出生的是一个贵族家庭 他爹也娶了两个老婆 大夫人有着两个儿子 二老婆也就是男主的妈妈 同时男主还有一位姐姐 接着男主在听说这个世界 有着魔法的存在之后 立马就兴奋了起来 通过两周半的学习 男主很快就学会了这个世界的文字 然后通过魔法书学习了两个半小时 男主开始了第一次尝试使用魔法 你特么瞎吗 接着男主又开始了第二次尝试 果然特么是个瞎子 在接下来的时间 男主也了解到这世界有着许多种族 于是便期待起了以后开后宫的生活 很快又是两年半 男主也到了五岁 而这个世界所有人在五岁时 都会到教堂接受神明的洗礼 再去往教堂的路上 姐姐告诉男主在洗礼完成之后 都会出现一个属性面板 虽然姐姐的属性一般般 可却有着一个最喜欢男主的奇怪属性 牛逼 男主赶忙门混过关 来到教堂之后 大主教立马就开始了洗礼仪式 可原本普通的仪式 到了男主这里却变得不普通了起来 因为大主教念完台词之后 神明竟然特么的显灵了 原来男主直接被神明召唤到了神界 七位神明在介绍完自己之后 负责转身的女神告诉男主 他的死亡其实并不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因为当时即便男主不出手 那两个女孩也不会遇到危险 因为根据设定 歹徒会在跑向女孩的途中摔倒 然后被周围的群众控制住 牛逼 但男主终究还是因形善而死 所以地球的神明便拜托他们 把男主转生到了这个世界 而魔法神得知男主两岁半就开始练习魔法之后 十分欣赏男主 决定给男主施加一个祝福 这时其他神明也看不下去了 纷纷抢着要给男主加棒 牛逼不会是那方面吧 在给男主点满buff之后 神明就把男主给送了回去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父亲也急切地想知道男主获得了什么样的属性 可男主回想起临走时神明那不怀好意的笑容 赶忙使用使盾离开了现场 钻进柜子之后 男主打开属性面板一看直接就禁了 没想到神明直接把他的所有属性都给拉满到了10级 要知道普通人最高的等级也才5级 而他却是普通人的足足2倍 难怪神明会笑得那么减 这要是被别人看到还不得把人给吓死 这时男主突然发现 创世神贴心地给他准备了一个伪装属性的技能 于是男主立马使用技能修改了一下能力值 因为他不知道普通人的平均能力值是多少 即便是修改后的属性 还是把父亲给惊到了 为了不让男主被抓去做研究对象 父亲赶忙嘱咐其他人帮男主保密这件事情 回到房间之后男主又看到了一本关于召唤的魔法书 于是喜欢毛茸茸动物的男主 迫不及待地来到室外尝试起了召唤魔法 可毛茸茸的动物没召唤出来 却召唤出来了一只长相丑陋的恶魔 而姐姐和妹妹也赶忙赶过来送人头 牛逼在收掉恶魔之后男主也倒了下去 以为男主挂了的姐妹俩也伤心地哭了起来 可眼泪才落了两滴半 男主就突然诈尸了 毕竟他可是有着七位神明的家伙 怎么可能轻易地苟呆 第二天在男主的生日典礼上 因为男主是家里的老三 并没有资格继承家业 父亲便询问男主以后想要做些什么 男主表示自己想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愿是各式各样的人 牛逼 这个小屁孩也太牛逼了 不仅在五岁时获得了七位神明的家伙 更是连魔法和体术也都达到了满级 因此为了怕儿子会被国家监管 于是父亲毫不犹豫就将男主给禁足了 表示在长大前都不许出去 不过相对的却为他请来了家庭教师 期间也可以先学一些理论知识 基尼是负责教剑术的 而泰美则是教魔法的 两人都是一名地级的冒险者 首先从剑术开始 基尼决定先让男主挥剑试试 以好判断出他现在的水准 可这一挥不要紧 泰美甚至觉得基尼也捶不过男主 可他又怎么会输给一个五岁的小屁孩 于是基尼索性直接从实战开始 但这种想法来得快去得也快 下一秒基尼便震惊了 因为男主很轻松就招架了他的攻击 这一幕也被泰美看在眼里 显然男主是获得了五神的家伙 并且还达到了很高的等级 闻言基尼瞬间就不想打了 随即便表示让泰美先教男主魔法 泰美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只因他也有魔法神的家伙 而且还是三级 就在他决定先从基础教起时 没想到男主却表示不用 之前他有照着书上练习过 这可把良女给看傻了 男主整的是无勇畅魔法就算了 并且连所有属性的魔法都会 泰美是最震惊的 要知道这连闲者级的魔法师也做不到 更是在看到这股威力后 他觉得男主也同样有魔法神的家伙 此时基尼和泰美的想法一致 他们感觉已经没啥可教了 而看到男主递来的玩意良女更是愣着 他们一眼就认出了这是道具箱 世上拥有这个技能的人可谓是屈指科数 于是最后他们决定只教男主一些理论知识 可显然此地已经不适合教了 因为这里承受不住他的威力 而这也正是男主想达到的效果 他想让良女带自己去外面上课 此时对于禁足的他是个好机会 良女也没有怀疑 很快就将原委给男主的父母描述了一遍 父亲一开始是拒绝的 可听到男主会把自家的屋子给扎飞后 于是他也只能选择了同意 不过男主必须在日落之前回去 就这样在达成了一致后 转身后男主也是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而没过一会三人便找到了一片空地 吉尼已经不想再被打脸了 他想让太美先教男主魔法 好在太美并没有在意 于是他让男主先施展终极魔法试试 而目标就是这块石头 然而不出意外还是发生了意外 这其实是男主第一次使用终极魔法 毕竟这种威力他也不敢在家里施展 于是就坏事了 只见等两女抬起头时 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陨石坑 太美已经无话可说了 这么牛逼的终极魔法 他也是第一次见 而吉尼却是好奇男主为何不会疲倦 按理说这股威力应该消耗了相当的魔力才对 然而别说疲倦了 男主感觉自己甚至还能畅调 总之这也只能说明一点 那就是男主的魔力量已深不可测 而也是这时草丛里却传来了声响 原来有一只杀人兔跑了过来 不过也来得正好 见此吉尼也打算教男主如何猎杀魔物 可下一秒就尴尬了 受刺激后兔胸反倒冲着男主撞了过来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只见男主却丝毫不慌 兔胸就这样悲催的挂了 好家伙看来这下子打猎也不用叫了 看到男主用道具箱收走了兔子 吉尼很羡慕 等他攒多钱也想要买一个魔法包 这个物品和道具箱有着一样的功效 而趁着现在还有时间 于是泰美决定将男主使用元素视野 只见在他涌畅了一段咒语后 此地顿时就和一个雷达一样 他发现两里半的不远处有数只魔物 接着便让男主也尝试使用 表示将自己的魔力慢慢向外延伸就够了 男主照做了 可没想到他感受到的却和泰美有点不一样 他发现两里半的位置有四只杀人徒 这不仅是数量 而且连魔物的名字也爆出来 但好在这时吉尼安慰了泰美 以后再奇怪的事也不要奇怪 关于男主的事可以就当放了一个皮 不过有一点需要提醒的是 那就是男主一定不要进入旁边的森林 因为那里栖息着很多强大的魔物 此地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冒出许多魔物来袭击城镇 不过好在现在男主也并没有打算去 当然也只是现在 一晃便来到了晚上 可也是这时男主却震惊了 他才发现自己竟从一级跳到了八级 明明今天只是嘎了几只兔胸才对 而定睛一看才发现 他有个神之使徒的技能 显然这是洗礼时神明一并赐予他的东西 获取经验的速度达到了一百倍 此时男主才发现自己有多么牛逼 第二天吉尼和泰美又找上了他 今天两女打算试着让男主来猎杀其他魔物 所以需要在冒险者公会先获取情报 可不曾想就在这时 一个精神小伙却对金尼和泰美起了怠心 硬时拉着两女就要喝一杯 而旁边的小弟也明白了大哥的意思 也就在这关键时刻 男主一巴掌便呼了过去 这让吉哥瞬间就不能忍了 要知道他可是很牛逼的C级冒险者 可不料这拳材钢挥出去 下一秒他就被男主来了个劈叉 剑撞不对他连忙拿起了一把剑 然而这却又给了男主装逼的机会 只见无论是以多快的速度 他也仍能冷静地以及时身法躲逼 就这样在莫及了两秒半后 男主索性来了个空纸接白刃 然后随意以用力 接着就让大汉摔了个狗吃屎 小屁孩果真不是白叫的 但经此一事后 吉尼和泰美便彻底温献了 之后三人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就这样不知不觉两年半过去 而明天也到了与吉尼和泰美分别的日子 男主决定在离开前给两女送一个礼物 他想起吉尼有说过很想要一个魔法包 于是便去森林里收集魔物的素材 可这在士兵看来就恐怖了 他还以为是魔物要来攻城了 于是便赶紧敲响了警钟 在众人惶恐的同时 此地的城主也领着士兵出发了 而城主也就是男主的父亲 可就在火急火燎地赶往森林后 没想到却发现连一个魔物的毛也没有 倒是面前的大坑引起了他的注意 其中有一个毛巾甚为惹眼 而这上面的水印也正来自他的家族 第二天下午 男主将做好的魔法包交给了两女 告诉吉尼和太美每个人都有份 红色的是用食人魔做的 而绿色的则是用地龙 可此言一出两女就傻了 因为这两只都是需要数个A级的冒险者组队 才能勉强干掉的魔物 可男主年仅八岁就独自解决了 但更让两人震惊的还不仅如此 得知魔法包里的空间可以装进一个宅底后 吉尼不能淡定了 因为他想要的魔法包也仅仅只是装个马车的程度 并且还可能要存大半生的钱才能买到 男主瞬间就明白自己搞砸了 这也怪他事先没有了解过 不过好在他将其设定成了除了他们三人以外 只要别人拿到就必须承受里面重量的程度 可这在两女看来就更离谱了 这下子说是国宝都已经有些贬低了 不过男主却让两女拿着 因为这两年半他学会了很多东西 可没想到话还没说完 吉尼和太美就向他亲了过来 在男主震惊的同时 接着两女便飘然离去了 而在约定长大以后再见后 当晚男主就被父亲找上了门 这个小孩只是随手在野外干掉了一只小飞龙 不料却直接就让他的等级蹦到了两百级 并且魔力值还达到了八千万 只因神明赐予了他打怪就可以获得百倍的经验值 这也意味着他还未出山就已经无敌了 但这天为了参加王都的亮相会 父亲却不得不让被禁足的他来到了外面 只因这对贵族的儿子来说是个不可或缺的活动 然而不出意外还是发生了意外 路上他们遇到了一批魔物正在围攻着一辆马车 而负责守卫的士兵则完全不是对手 看到这一幕后父亲当场就急了 他下令让自己的士兵也前去帮忙 可男主却觉得还是太慢了 见此他毫不犹豫就跳了下去 并同时给自己施加了速度魔法 先行的士兵还以为是一阵风刮了过去 而父亲则是傻眼了 仅是一瞬间他就看不到了儿子的人影 与此同时马车旁 只见男主已经来到了这里 并且随意一挥手就是一只魔物陨落 仅仅只是过了两秒半 所有的魔物都被消亡了 正当他想问幸存者了解情况时 这时士兵才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 本以为会是一番大战 可这一看几人就懵逼了 他们竟不知男主是何时到的 与此同时父亲也赶了过来 刚表示让大家莫慌 可下一秒他也愣住了 和士兵们的想法一样 他这才发现魔物都已经被嘎掉了 也是这时他看到了马车上的图案 他一眼就认出了这是公爵家的文章 而话音刚落 马车里便走下了两名少女 两人的身份一个都不简单 紫毛即是公爵家的千金 而黄毛更是当今的王女 这一下子就撞见了狗屎院 父亲连忙表示自己是边境的伯爵 而旁边的这位则是他的好大儿 可男主才刚要介绍自己 不料王女却忽然面色一遍 男主明白这时还没有从魔物袭击中恢复过来 于是便决定为两人使用淡定魔法 就这样再过了两秒半后 两女顿时感觉浑身一清 他们不仅感觉疼痛和疲惫都消散了 甚至感觉自己还能畅调 这一切都是托男主的福 于是想到这里 王女当即便抓住了男主 并疯狂地介绍自己 而千金也紧随其后 至于为何要用疯狂来形容 只因两女都爱上了男主 简而言之就是白给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白给 得知男主也要去参加亮相会后 于是两女便将男主给拖到了马车上 这把父亲都给看傻了 但事实就是这么离谱 当男主回过神时 只见她的旁边已经坐下了两名少女 她试图想坐到前面的座位 可这完全就是想辟齿 王女觉得男主在身边才会安心 并让她直呼自己的辱名 对此千金也毫不示弱 她甚至今夜就想和男主同床共振 这句话并没有再开玩笑 到了城里后男主便打算离开 可无论如何良女也不肯撒手 父亲让男主自重 毕竟现在的她才十岁 但良女却不管这些花里胡哨的 万一晚上有魔物来袭怎么办 但要知道这里可是城镇 父亲正想表示也可以请守卫 但此言一出就被打断了 只因男主是这里最强的 文言父亲也不惊呆住了 好像说的也有道理 于是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男主也很快就接受了这个现实 不过同时他也仍有一丝幻想 如果睡在一个大房间 然后三张床离得很远就好了 但这也只能想想 看到房间后男主便惊呆了 只因他的床就夹在良女的中间 而接下来就更牛逼了 良女为了离男主再近一点 于是把三张床都并到了一起 一个两米八的大床就这样形成了 左手是当今的王女 右手是公爵的千金 男主觉得今晚这叫是甭想睡好了 但此言一出不要紧 不料两女却更放肆了 牛逼才十岁就完成了 别人一生也达不到的壮举 值得一提的事还不是一晚 路上的这几天夜晚 男主每天都是这么过来的 就这样在身心疲倦下 眼见终于抵达了王都 男主当即就准备溜了 可不料这是一个猛男却拉住了他 表示他一会还要去王都觐见国王 这样男主瞬间就傻眼了 但猛男却没有再开玩笑 因为国王还真的有叫他 只因男主在五十只魔物手中 救下了他的女儿 其中甚至还干掉了高等的半寿人将军 于是他不仅将男主封为了男爵 并且还赐予了赏金以及宅品 这在这个国家是前所未有的例子 因为按理说只有成年以后才能封决 但国王却心意已决 男主不同意也只能同意 在册封完毕后 事后国王又将男主叫到了一个房间 而之所以将他又叫过来 是因为他想以父亲的身份 在对男主道一声谢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位公爵 他是紫毛千金的父亲 一开始男主还有些受宠若惊 可不料下一秒 牛逼原来感谢男主只是表面 实则是想让他成婚 而其中的原委男主心里则最有逼数 一路上都和两女挽着手就算了 更关键的还是三人已经睡过了 并且一睡还是七夜 这样一来两女也没办法嫁人了 在男主懵逼的同时 时间倒转到两小时前 其实在此之前 国王有私下和众人商量过 他也本只是想给男主封个角 毕竟他年纪轻轻就这么牛逼了 而长大以后还岂能了得 可当他试探性地问 两女是否有人愿意成为男主的未婚妻时 没想到两女却一口同声地选择了同意 甚至还差点打起来 这让国王也有些意外 倒是看来男主真的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于是事情就变成了这个熊样 他决定让男主在这里落地生根 赐予宅邸的目的也是为了以好生根发芽 男主尝试向父亲求救 可不了对方却压根就不鸟他 就这样在多种声音的交杂下 男主也不得不选择了同意 其中两女是最高兴的 千金忘不了三人相依的这些日子 而王女更是始终忘不了那年 这是我见过最懂穿越的小孩 明明十岁就已经有了亚神的实力 成为了当时最强的人类 可他却偏偏对罗里养成情有独钟 更是年纪轻轻就成了两个女孩的未婚妇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血 国王压根就没想到男主会这么早数 于是下一秒他就将其叫到了房间 一并还叫来了另一名受害者的家长 他俩都将女儿许配给了男主 可也正因如此需要的就是低调 只因马上就是王都的亮相会 毕竟由于年龄双方的婚约还没有公开 于是在两者的威胁下 男主不答应也只能答应 时间一换而过 就这样亮相会便开始了 而换句话说 这就是一场后辈之间的交流会 因为来的贵族大多都带上了子女 可还没走两步他就被父亲叫住了 定睛一看原来是碰到了公爵 对此男主可谓是小别圣新婚 他当即就对千金打起了招 可就是不知为何 他总感觉公爵的笑容有点甚人 而由于公开场合双方是第一次见 所以双方仍要装作不认识 在互相做起了自我介绍后 本来刚开始还很正常 可看到眼前打扮过的未婚妻 男主却还是忍不住了 他当即就夸千金这次穿的礼服很漂亮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天女下凡 公爵对男主是真的服了 但表面上他却不能点破 而是夸男主这么小就如此懂事了 这样父亲顿时就被夸得老脸一红 他也听出了公爵的另一重意思 最后双方是笑着离开的 而在分开后父亲才让男主收敛点 这也太不像十岁了 好在男主早就想好了怎么解释 芷茵在家里只要一夸姐姐她就会高兴 所以不知不觉就养成了习惯 而很快也到了亮相会的高潮 国王领着妻女便到场了 以希望国家蒸蒸日上为由 再领着大家干过杯后 接着按照惯例 每个人都要给国王送上祝福 而没过一会便轮到了男主一家人 见此父亲想让儿子给王女请安 然而这一说就坏事了 芷茵男主的老毛病又发了 他表示王女就像女神降临一样 让他甚至都忘记了该怎么呼吸 此言不仅让王女愣着 国王也惊了 此时的他和公爵一样的困扰 他很好奇男主是怎么被养大的 以至于让他的女儿封成这样 好在男主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 他其实还给国王带了一份礼物 也是和商会联手开发的娱乐用品 原来他到王都后便收到了神明的指引 让其在这个世界创造出一种娱乐用品 想了半天男主决定用前世的黑白旗 而在奉献给神明用的同时 他也一并将创意卖给了商会 更是要参加亮相会的关系 他特地为国王准备了一个豪华版的期盘 国王一听就来了兴趣 不过现在却不是时候 晚点他再听其详细说明 包括之后要怎么跟自己的女儿相处 没有讨到好法还遭了罪 男主可谓是心里苦 而娱乐用品这点也是父亲没想到的 他也不知道男主什么时候就发明了这种玩意 虽然欣慰但同时也有些担忧 这个年纪应该多陪一些同龄人玩才对 此言也说到了男主的心里 仔细一想好像也确实有点太扯了 除此之外他甚至还被封为了男爵 而刚想到这里 没想到千金却出现了 原来在父亲面前很不自在 王女还在主座上忙着 所以他也只能找男主过来玩 但说是这样说 千金却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只因他想和男主更亲密一点 就比如从叫名字开始 这千金也太猛了 要知道男主也只是嘴上功夫好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 三个小屁孩却走了过来 他们让男主注意自己的身份 要知道千金可是公爵的女儿 男主刚要表示自己其实是男爵 可话音刚落就被打断了 男爵的儿子算个屁 他们三个可都是子爵的儿子 接着也不给男主发言的机会 下一秒几人就来到了操场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 就单纯是看不惯两人在那打情骂俏 并想要教训一下男主 小帅看不下去了 他当即就想用魔法给男主来一下 但下一秒却尴尬了 他忘了该怎么使用 不过好在男主没有功夫注意这里 这也给了他献学的机会 只见他仰天长笑 牛逼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是个250 而眼见男主很轻松就走开了 于是下一秒便轮到了黄毛 比起火魔法而言 他可是会更强力的吐魔法 只见他同样掌握到了小帅的精髓 这姿势私下里没练的两年半 说出来我都不行 在涌唱了一顿悔色的咒语后 只见这威力甚至引来了天雷 在足足度过了九重劫后 接着一个巨大无比的小石头子便出现了 眼见男主又轻松地躲开了 小帅还想顾忌重施 可千金却看不下去了 他连忙道明了男主的身份 对方不是男爵的儿子 而是他本人就是男爵 仅是两字之叉结果 却是天差地别 并且要知道的是 不久前男主独自一人 就嘎掉了三十只以上的半兽人 听到这里 三人也顿时就想起来了 搞了半天这才发现是惹错了人 在道完嵌后便果断地溜了 千金觉得男主很腹黑 显然早就知道了三人理解错了 可却偏偏就是不做解释 他会将这件事告诉王女 除非男主愿意和他约会 而也刚说到这里 不料保密一事却被王女听见了 千金正打算解释 却不料下一秒就被男主捂上了嘴 这让王女顿时就惊慌 要知道触碰未婚女性的嘴唇 在这个世界可是犯法 如果不告诉他刚才两人在说什么 那么他就将这件事禀告给父亲 男主一听瞬间就慌了 但千金却乐了 不过是一会两人要约会吧 这一下子就来了个超级加倍 见王女这么可爱 男主也只能答应 可这一答应就坏事了 约会仪式也刚好被国王听到了 看来一会不止娱乐用品的事 连王女的事也要好好谈谈了 并且是以男人的身份 这个小孩也太会装逼了 国王看中他亚神的实力 赐予了他一间宅底 是想方便让女儿和他在这里开支散烟 可男主倒好 先是给这间宅底配了几名女服不说 然后还把天灾级的小飞龙摆在了门口 这可没把前来参观的父亲吓个半死 别的贵族会赏玩艺术并装饰宅底不错 可也没见过他这么装的 这种魔物不仅要牺牲A级的冒险者才能勉强干掉 并且他能看出这个标本价值100亿 此言让男主也愣着了 他也不知道这条小飞龙这么牛逼 明明只是在野外随手捣死的爱 不过父亲却深知男主的德行 好在比起装饰品而言 白起这个反而会更有逼格 也是这时附近传来了惊呼声 走近一看原来是母亲和姐姐正在参观宅底的厕所 他俩觉得男主家的马桶很奇怪 本想完事后用纸擦 可没想到里面却忽然滋出了水 这种娃梁的感觉让两人欲罢不能 有这种好东西竟然不在老家野装一个 可此言一出就被父亲打断了 再好也不过是个马桶罢了 两女未免也太大惊小怪了 只能马桶果然牛逼 这其实是男主用魔力而达成到的类似的效果 不过同时父亲也放心了 既然如此受邀的客人也一定会开心了 原来贵族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拥有宅底后照惯例必须举办亮相会 虽然有些猝不及防 但这件事确实真的 只因他的管家也已经备好了贵宾名单 和届时索要的必需品 值得一提的是男主无法邀请国王 因为只有伯爵以上的家事才能招待王家 身为最低等的男爵连邀请也算是失礼 好在这件事也算是可有可无 倒是看到需要准备的礼物 男主顿时就麻了 他不知道贵族都喜欢什么玩意 好在女仆看出了男主的困扰 他让其不要拘泥于形式 只要按照自己的风格来就行 文言也让男主来了灵感 他决定参考一些前世的文化 比如就像招待的杯子 异世界目前使用的都只是陶制石器 而他用玻璃杯不用想就很有情调 而接下来则是酒和料理 他叫来了厨师按照自己的配方制作 并让女婆来当试验品 料理使用的是汉堡排 而酒则是单纯往里面加了气泡 两者结合后效果拔群 女婆吃一口就停不下了 尤其是气泡酒 他直接一口气就干了三瓶 也是这时国王忽然前来拜访 可来就算了 不知为何却莫名其妙地用斜眼看着他 但下一秒却真相了 原来只因国王没有收到亮相会的邀请函 连公爵都被邀请了可却偏偏没有他 要知道宅邸本身可都是他赐予的 而看到一旁神器的公爵 国王可谓是更气了 明明两人都将女儿许配给了男主 国王还以为是自己的女儿不相望 但好在男主已经做了两手准备 他表示邀请函这种事需要当面交给国王才好 而由于最近事务繁忙 所以才不小心延误了 这完全就是大忽悠 但国王却信了 并当即就给一旁的公爵炫耀 果然自己的女儿才是正方 事后女仆都惊了 谁能想到男主一个男爵 竟然把国王都给邀请过来了 而且才知道王女竟然是他的未婚妻 女仆对男主就只差别贵了 再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后 当晚亮相会也开始了 男主和父亲在外面招揽宾客 毕竟如果不提醒 搞不好有人就会被门口的小飞龙吓死 最先到达的岳父是公爵 并且还领来了自己的千金 对此男主可谓是小别圣新婚 他当即就主动地带着父女俩去参观 公爵也是第一次 如此近距离地看到天灾及魔物 就在他对女婿很满意时 好在这时宾客也全部到达了 于是男主便来到了大厅里 没有什么过多的场面话 而是当即就领着众人开始干杯 可这一干不要紧 原来男主除了气泡 还另使用了魔法降温 而公爵却是很喜欢这个杯子 对他而言这就像个珠宝盒 听到结束美人都会送流后 公爵再次感受到了男主的老肠 更是才十岁就已经学会了抓住少女的胃 桥旁边的两女就知道吃得很爽 就在男主被夸得有些瘦不鸟食 这时国王也到场了 他一上来就被杯子吸引了注意 无论是质感还是花纹对他来说都很新奇 说着就开始了品尝 这种气泡的弹跳感让他直呼过瘾 接着二话不说就尝起了汉堡牌 而这一场不要紧 国王顿时就打出了97.5的高分 肉馅的口感很上头就算了 不料里面竟还佳有知识 王女也感觉嘎嘎的好吃 而岳母则是刚从厕所拐回来 可这一去就坏事了 她发现了厕所里竟有一个革命性的设备 好家伙这怕不是又疯了一个 总之国王上完以后 便非得让男主在他家里也装一个 并且还给出了最顶级的赞美 料理和餐点就算了 男主竟然连吃完饭后的一切都考量到了 而话音刚落 在场的宾客便纷纷对男主开始了鼓掌 可也是这时意外却发生了 原来是最难缠的一位侯爵到场了 之前国王送给男主宅邸的时候 他是唯一保持反对的 而现在的态度也依旧很横 再表示这里就像一个狗窝猴 说完他便走进了宅邸 管家刚想要提醒 可却被男主给拉住 然而殊不知灾难才刚刚开始 接着侯爵便旁若无人地走进了大厅 女仆则献上了刚才众人喝过的气泡酒 可一个饮料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说完侯爵便尝了一口 可这一尝就打脸了 这种啵啵的感觉顿时就让他发现了新大路 然而表面上他却表示难喝 与此同时汉堡牌也被端上 侯爵对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并不感冒 但这种想法来得快去的眼快 这个动静也吸引了在场的宾客 男主顿时就要发作 可却被管家阻止了 毕竟对方可是侯爵 闹出纠纷就不好了 而此言却让男主有了灵感 接着他便给侯爵送上了赠礼 并且一送还送了两个玻璃杯 这种伤到的感觉侯爵很喜欢 但同时他也想到了刚才里面的气泡酒 于是在让男主都交出来的同时 并让其把汉堡牌的配方给他准备好 男主毫不犹豫就表示了没有 但比起这个他却可以换成我国最大的东西 侯爵一听就来了兴趣 他还以为是宝石 并让男主赶紧拿出来 可也正因如此他中了几 这可把侯爵给整弄逼了 他压根就没想到男主的爵位 竟能邀请到国王 然而却不知男主压根就不是人 国王和公爵都是他的岳父 国王更是表示侯爵如果再继续窝里后 那就不得不该衡量如何处置了 侯爵一听顿时就被吓尿了 只见最后他是跪着走的 本来狐家虎威的计划很完美 可不曾想却被千金发现了秘密 他看出男主是故意设计搞侯爵的 可偏偏还不将原委告诉国王 这个小还是越来越不当人了 本以为十岁有两个未婚妻就是他的吉项 可不料只是想在训练场上装个B 他就又顺手拐到了一个 不知不觉这已经是男主的第三个了 只因他太猛了 年仅十岁就有了亚神的实力 就在刚刚 男主本打算处理掉手上的魔物 可这一处理就坏事了 因为放眼望去不是S级就是A级的 这让太酷还以为男主是勇者 亦或者是神之使徒 此言一出不要紧 男主毫不犹豫便达到不是 然后下一秒就打算开溜 可这种小心思却瞒不过太普 见此他也不问了 而是让其陪其是团训练一下 顺便再见一下团长 于是在强人所南下 男主被迫成了打工人 可同时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众人都不认为一个小屁还能有多么 第一轮大汉决定先让男主一招 并让他先出手 男主也没有客气 下一秒便使用了身体强化 而也仅是一瞬间的功夫 等大汉回过神时 不料才发现男主已经到了跟前 这一下子就将他给打跪了 一击得手后 男主也意识到了此地不宜久有 可正他打算再次开溜时 然而却又被太普给抓包了 接下来他想直接让其跟所有人一起干 男主的抵抗压根就没有作用 就这样在稀里糊涂下 回过神时他便被一群人包围了 也就在这关键时刻 不曾想却从天而降了一个女子 他还以为众人是在以大欺小 原来绿毛便是骑士团的团长 在安慰男主不要害怕后 随即他便质问起了太普 好在太普早有准备 他当即便解释男主 能独自打掉S级的魔物 并且是前不久救下公主的英雄 如此说辞让绿毛也适宜了 可也仅是一顺 随之而来的却是强烈的兴奋 他想让男主和自己干一家 原来绿毛是个战斗狂 转瞬间男主又扬入了虎口 可没等他多想 绿毛却已经开始了进攻 毕即未占到便宜后 他也对自己施展出了身体强化 然后下一秒便对男主挠了过去 就这样两人打得有来有回 几轮攻击谁也没占到便宜 可这在众人眼里却又是另一回事 要知道他们的团长 可是王国最强的骑士 而且男主还是用木剑在当 可纵使如此还隐隐落在了上风 而与此同时男主也没有了耐心 在将绿毛给一绝灯走后 随即他又施展出了思考枷锁 等绿毛反应过来时已经为时已晚 男主不仅已经到了身后 并且还将剑架到了他的脖子上 而战斗到此也宣布了结束 男主正想让绿毛投降 然而不出意外却发生了意外 男主毫不犹豫就表示自己才十岁 借此让绿毛知难而退 然而殊不知这却是找错了人 因为绿毛有自由结婚的权利 他不仅是北方自治区公爵的女儿 并且还是精灵 如果按照他们一族平均可以活到300岁的话 他现在甚至还没有男主打 这虎狼之词顿时就将男主给吓到 可就算绿毛同意 但他的父亲可不一定同意 然而这同样是多虑了 原来绿毛是离家出走的 当时他就表示在找到结婚对象前不会回去 而此言也让男主彻底没招了 才发现对方正在装死 但好在此时的绿毛也终于想通了 确实仅凭他的个人意愿有点不太好 正当男主松了一口气时 然而下一秒绿毛却叫住了太苦 他让其马上安排一下与国王夜见 就这样在可喜可贺下 回过神时男主便见到了老丈人 绿毛没有废话 他直接就表示自己想和男主共结联礼 文言国王瞬间就不能淡定了 他让男主将事情从头到尾说一点 这也太没有逼数了 而将经过解释了一番后 国王强忍着没给男主一脚 而是忽然说起了绿毛的身份 原来精灵一族曾经因为美貌 时常遭人诱拐而沦为奴隶 也是那时初代国王拯救了他们 他的愿望是平等的对待各族 于是直接就将精灵一族纳为了自治理 几乎与独立国家无异 而这也意味着绿毛便等于是一国的王女 此时男主则被这个王女求了婚 说着国王也双管齐下 他告诉绿毛男主已经和他的女儿定了婚 并且还有公爵的千金 此言顿时就让绿毛遗旨 但却不是被伤的 这不就意味着男主即是国王和公爵 都认同的卓越人才 这让国王也彻底没招了 见此他只好先让绿毛先回去取得虚可 这本是一个缓兵之计 可相反却给了绿毛机会 在他看来这件事已经板上钉钉了 而在回去之前 为了和男主更深爱彼此 他还想与其在竞技场干一家 猝不及防下男主直接被拖走了 这让国王也有些无语 但同时也感受到了男主的牛逼 才十岁就打败了帝国最强的骑士 这也让他不禁怀疑起了男主的身份 然而这点生负也是一问三不知 只知道S级的红龙也是男主独自打倒的 文言太库也想了起来 当时他有问过男主是否为勇者 亦或者是神之使徒 然而男主的反应却有点奇怪 正当众人有了联想时 大臣却有了主意 只要将帝级魔法书拿给男主看 那么结果一世便知 而这件事就交给了太库去做 一晃已经是几天过去 男主每天过得都很自虑 只因他从早到晚都在不同的约会 绿毛觉得对打有利于爱的魔盒 每次都要等榨干他的体力才肯罢休 而此时的他也正在躲避绿毛 正当男主想问太库是否有解决办法时 等回过神时 男主便再次见到了老丈人 眼前的是一本地级魔法书 也是初代国王撰写的 得知国王要借给自己看后 男主迫不及待就打开了 因为他到现在见过的魔法也只有上级而已 而看到里面竟还有超位魔法后 男主非常兴奋 可也正因如此却露出了鸡脚 原来这本书世界上的人根本没法读 更准确来说是不认字 文言男主再次看向了魔法书 而这一看他就傻眼了 原来里面的文字净是日文 刚才太激动所以没察觉到 这也意味着初代国王也是穿越过来 可虽说得知有老乡是好事 然而此时却不是时候 国王想知道男主是何方神圣 此情此情也让男主没办法再忽悠 毕竟他从出生起就在众人的眼皮底下 何况他现在也变不出日文的书 见此男主也只好豁出去了 而他也相信面前的众人不会外传 在表示自己是和初代国王一样 穿越过来的异世界人后 他也将强大的秘密一并告知 只因他在五岁时就获得了七柱神的家户 男主照做了 可这一做就更离谱了 众人压根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里面不仅有着极为夸张的数值 并且所有的家户还都达到了满级 感受最深的还要数国王 他看到了男主是神之使徒 要知道在这个称号面前别说是他了 全世界的人民都必须向男主下跪 可这却不是男主所期望的 毕竟他也没有什么大志想 倒是想知道自己会被如何处置 而闻言国王也是一顿 正当男主以为自己会被当成怪物时 没想到国王却话风一转 他还会将男主当一个正常的女婿来看待 原来好巧不巧绿毛得到了回信 此时父亲已经送给了他结婚许可证 更是由于要赶时间 他现在就迫不及待想和男主结婚 说完二话不说 舅舅走了亮仔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众人都给看傻了 但同时公爵却笑了 男主这雄样又有什么可担心的 亮这德性也翻不出水花 此言也让国王一阵失笑 在下令众人不要将这件事传出去后 第二天一大早 男主就遭到了两个未婚妻的质问 男主也太没逼数了 竟然瞒着他俩又增加未婚妻 不过生气也仅是一顺 紫毛觉得很好玩 黄毛也只是口头上的警告 可也是这时却发生了意外 男主也很怕 今天我一杯爱し合おう 爱し合う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カイン様 这 違うんだ 岐泽尔スシルク これは模擬战を使用という意味です 那 又怒られるの 今天我带来ないからな カイン様 男主也只因练习了两年半的魔法 他的小火球就瞬间拥有了堪比核弹的威力 相比之下别人的火球真是狗看了都咬头 然而男主的骚操作才刚刚开始 他在比试测验中仅用两分半就达完了一张满分的视觉 直接把监考老师看得目瞪口呆 之后的建树考试中男主更是疯狂装逼 他就差没把挂逼这两个字写在脸上了 这天男主在熟睡时突然被小女仆叫醒 原来今天是他参加入学考试的日子 眼看时间快来不及了 小女仆急得团团转 不过男主对此却毫不在意 因为他早就掌握了瞬间移动的能力 只是两秒半的功夫 男主直接闪现到了学校的门口 随后在工作人员的指示下 他终于顺利地参加了学校的比试 看着手中的试卷 男主心中暗息 前世他怎么也是个高中生 这种题目对他来说简直不要太简单 于是答完题的他直接扑到了桌子上 虽然这一幕引起了老师的不满 但当他知道男主已经答完卷子之后 他一时也是不知道要说点什么 很快就到了魔法测试的环节 老师让他们对着靶子用出自己最强的魔法 伴随着老师的一声令响 众多考生都拼命展现自己练习了两年半的小火球 那惊人的威力直接把男主吓得说不出话来 直到现在男主才意识到 这可能是小孩子正常的魔法水平 差点他就要用出刚学的地级魔法了 面对老师的询问 男主连忙解释自己用的只是小火球而已 这下所有人都懵逼了 但比起这些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看看外面有没有伤者 也就是说 男主凭借一己之力直接终结了这场考试 随后男主又来到了鉴记考试的场地 今天特别邀请了那级冒险者担任考官 而之前那个红毛正是其中之一 随着他发现男主也在这里 他瞬间兴致勃勃地想要充当男主的对手 虽然男主很想拒绝 但老师却表示 红毛可是这群冒险者中的最强者 男主是没有拒绝的权力的 没办法 男主只好被迫跟红毛来一场模拟对决 眼看红毛让自己全力攻过去 男主心想那级冒险者的实力应该很强 所以他决定今天久违地用出十分之一的实力 面对男主的强烈攻势 红毛兴奋不已 他很明显地感觉到 男主比这里任何一位考官都要强 所以他决定不再留守 真刀真枪地与男主大干一场 而两人激烈的战斗 直接把周围的考生看待了 对此老师赶紧叫停了比赛 再这么下去 估计别的考生都不敢考试了 于是老师嫌弃地将男主打发了回去 等到考试结果公布的那天再来就行了 然而男主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国王就把他叫了过去 面对国王的质问 男主也很委屈 明明是考官让他全力用出魔法呢 而且他还非常瘦脸地没用出地级魔法 只是用了伤害最低的小火球 听到他的话国王有点懵逼 他没想到男主竟然连地级魔法都能用 眼看男主还想试验一下威力 国王下的连忙让他打消这个念头 就这样 时间很快来到了公布成绩的这天 不等男主找到自己的名字 他的小老婆就率先找了过来 他先是恭喜男主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随后他又提起了入学考试的那件事 直到男主尴尬地直扣脚的时候 希尔可终于满意地离开了这里 这时男主突然在眼前看到了姐姐的声音 听到他的声音 姐姐瞬间激动地死死黏住了他 虽然男主此时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但借此他也知道了榜首竟然需要上台演讲 这不禁让他有点无语 早知道考试的时候低调点好了 于是等男主来到典礼上 他的父母早已等待多时 随着而来的还有他的两个漂亮老婆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见到穿校服的男主 眼看着男主霸占着两个身份高贵的大美女 周围的男生气的眼珠子都红了 而女生则相反 他们直接被男主那帅气的脸蛋给征服了 随着男主的演讲结束 他的学校生活正式开始 在此之前男主需要选择上课的学科 他本想选择冒险科 却不想两个女孩直接否定了他的选择 毕竟男主现在已经是贵族的一家之主 接下来必须要学习有关贵族的事物才行 眼看男主有点不开心 希尔可提醒他这可不是个单选题 这下男主瞬间明白了过来 他直接一补脑地选了四个课程 而公主则是决定学习一下内政 毕竟他以后可是要帮男主一起经营领地的 与之相对的希尔可则是选择了商业科 正好能与公主进行互补 眼看自己的后宫如此和谐 男主直接把眼睛都笑美了 就在三人气氛正好之时 男主突然发现外面有个猫娘正在被欺负 他瞬间就认出了那是他预定的小老婆 于是男主想都没想就走上去挡在了猫娘的身前 几个小屁孩眼看他们丢了面子 他表示自己要让父亲毁掉猫娘的家 然而这一切全被公主两人看在了眼里 他们的出现瞬间把小屁孩们吓得跪在了地上 男主这波操作无疑是大大增加了猫娘的好感 看到两人亲密的样子 旁边两个女孩的拳头都硬了 最后男主只好乖乖地跪在地上反省 与此同时他突然在脑中听到了一个声音 那个声音告诉男主自己会在图书馆等着他 带着满肚子的疑问 男主推开了图书馆的大门 男主 idolВ ko已经看见了 他怎么还在这世界你遇哪 有壓力与有昧年全天取载 中人成长的东西 我们有尽不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